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妹和强哥刚刚爽了一发 吃磨干净就要打发强哥回家 话说强哥真是药身材有身材 药颜值也是在线的 小便也想要啊 水哥去世后 大眼姐的身体就越来越差了 原本就有问题 现在连药也不吃了 整天把自己关在一个小黑屋和一个黑影聊天 这可把小帅下的又失眠了 睡不好觉 当然就影响上课了 于是又被叫了家长 爸爸死了 妈妈精神又不正常 能来的家长也就剩下金发妹了 因为放心不下弟弟 金发妹狠心把小帅带回了家 没想到女鬼长发妹也跟着来了 金发妹连忙开灯查看 结果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 金发妹就看到地毯上长发妹的签名 金发妹觉得 这事肯定不简单 于是带着强哥回到了大眼姐家 开始调查起了这件事 结果发现 大眼姐原来以前进过精神病院 而且结识了一个闺蜜 长发妹 长发妹有着见光死的皮肤病和精神病 在一次高强度光的实验中 真的就见光死了 长发妹这可不干了 说好一起白头 你却扔下我一个人走 于是化成女鬼 天天来找存在感 然后就搞死了她的两任丈夫 再没事吓唬吓唬小帅 大眼妹明确表示 不相信长发妹已经死了的事实 依然和长发妹你弄我弄 弄了半天 原来你俩才是真爱呀 这边长发妹不乐意了 一切阻挠我们相爱的都得死 于是对着金发妹就是一波袭击 幸亏强哥及时打开了门 金发妹才保住了小命 小编只想说 这瞬间转移大法修炼的不错 大眼妹想改变小帅对长发妹的敌意 于是奇异一起和长发妹看个电影 开什么玩笑 都说真鬼疏图了 还能怎么和平相处 看到长发妹的小帅直接下庙了 一口气跑到金发妹家 随后三人再次来到大眼姐家 劝说无果后只能先住下 三人商量后决定必须得主动出击 于是三人带着一个鬼就开始玩上了 前期准备不能少 于是又是手电又是蜡烛 前前后后张开了一个垃圾转 长发妹一看这可不行 于是生拉硬拽的就把金发妹和小帅关进了地下室 接着转过头又来收拾强哥 话说这强哥人长得帅脑子还挺好使 手电筒被打掉不要紧 又拿出了手机 手机被踩碎了 又掏出了车钥匙开了车灯 随后又叫来了警察 自己却跑了 警察哪是长发妹的对手 一来二去双双挂掉了 趁着长发妹不注意 金发妹抓住机会 悄悄把小帅送了出去 准备和长发妹决以死战 可是终究敌不过鬼 被虐得无药标的 这可把大眼妹心疼的 最后随着一声枪响 大眼妹和长发妹双双去了天堂 影片也到此结束 这部影片虽然剧情简单 但恐怖点还算足 也是少有的一部主角智商在线的恐怖片 虽然斗鬼的过程不容易 不过女鬼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关灯后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